在高铁车厢攻击女乘客又亮刀刺椅背的男子 昨天在南投县渔池乡落网之后 他公称是因为被女子跨过身体觉得不吉利会倒霉 所以才愤而犯案 而他逃逸28小时的路线也曝光 下了高铁之后就变装立刻搭客运逃到南投老家附近 而附近邻居表示平常他自称是国安人员 觉得自己被跟奸 所以在门口还贴满像是符咒的东西 而为什么会带着刺刀北上嫌犯闭口不谈 被警方团团包围 搭高铁攻击女乘客又亮刀横刺座椅 诚信嫌犯逃到南投一样被锁定当场逮捕 用衣服遮住被上铐的双手 嫌犯被逮后经过大约三个小时征讯 被依恐吓公众伤害等罪移送被检正办 高铁上公然犯案警方沿路追人 他的逃逸路线也曝光 案发当天他从中部搭高铁自由坐北上 盘坐车厢走道 被流行女子跨过他身体穿越过去 他觉得很不吉利会倒霉 忍了好久气不过 就在快到台北战时 冲去打流行女子 还把刀插进座位餐桌 警察接到通报晚到30秒 错过时 让他从转运站逃脱 还不断变装制造断点 又搭客运回到南投 起见没回家在超商休息 逃逸28小时后终于在鱼池乡落网 先犯老家就住在南投县民间乡 街坊邻居透露他平常在茶园工作 不过却自称是国安人员 平常觉得自己被跟监 都在门口架设监视器 甚至账贴这样像是符咒的话语 这次在高铁上闹事 让邻居们也好惊讶 但他真的是因为怕倒霉才气冲冲犯案吗 来台北为什么又要带着30公分长的刺刀 嫌犯都闭口不打 针对台高铁各级列车 加强执行跨辖会哨护车勤务 提升车厢内的见颈率 大众运输工具发生恐怖亮灯攻击 警方第一时间措施逮人机会 现在嫌犯落网赶紧检讨改进 记得超会软文中台报道 这段意思是 会给大家主张公开 fame 训诺 这是